路上首飞结束之后 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 水上首飞了 可能大家觉得 水上起飞和降落是最难的 但是当时我觉得 最难的是我的第一次入水 飞机设起出来之后呢 针机在水里还真的没有滑过 究竟能不能操纵飞机 保持直线滑行 我们还心里确实没有底 整个过程就好比说 一个刚刚学会走的孩子 你非得让他跑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一段水上首飞这一块 我觉得重点可能还是在 我们怎么操控飞机这一块 后来我们的水上首飞 也是正常完成了任务